如果我问你这个世界上最奇葩的国家是哪个 你肯定会说美帝啊 对吧 我问你美帝最奇葩的地方是哪个 你肯定会说纽约或者是洛杉矶 其中的一个 纽约或者加州啊 这些白左统治的地区 最近呢这些白左又作出幺蛾子了 为什么呢 大家知道啊 现在目前为止呢 他们借着新冠白左左了一把 因此上台对不对 然后这个事之后呢 由于现在新冠啊 美国已经选择躺平了 很多新冠时期的这个特殊法律 随之即将营销云散 这个特殊法律就包括了什么 就包括了这个驱逐租客呀 这个可以欠房租不交啊 可以欠水电不交啊 可以欠HOA不交啊 就存在了这样一些东西在里面 那么由于这种情况产生呢 相应啊就出现了一大批赖房族 就是说哎 那我不出去啊 我不走啊 我就不给你交钱 你能把我怎么样 但是由于这些保护令已经结束了 所以说呢 房东们纷纷涨价 除了涨价以外 你不走是吧 我就向法院申请啊 驱逐令 不但可以把你驱逐走 就让你交房钱 你不交 立马就把你驱逐走 或者我告你 直接告赢了 就把你驱逐走了 那这些人没办法了啊 那又不得不即将露宿街头 这能难倒白左吗 大家想想 白左是一批什么样的人 对不对 这绝对是扛他人之楷啊 白左绝对是说 你放心兄弟 你没有地方住了 我给你找地方 这个东西法律结束了 我们再通过一项法律 就不就得了吗 把这个东西给永久化提案 所谓的永久化提案是什么呢 美国洛杉矶市 有三名市议员 这三名市议员啊 在市议会上提出了动议 好家伙一人提一条 其中两项动议包括什么呢 禁止房东查询租户的信用情况 和驱逐犯罪记录等情况 而且得知租户有犯罪记录 你也不能拒租 大家听听 这牛不牛 大家听听 这厉不厉害 这个是不是直接把美国的这项法令 给扩大化 延长化以后 永久化以后 再列入法律 这个东西是什么意思啊 我就是给你翻译一下 就是说 你以前租房在好区 你不是要问信用分吗 甭问 他信用是零分 你要租他 他欠钱不还 你要租他 那我知道他欠钱不还 他有可能没钱啊 那不管 你得租啊 这个人有犯罪记录 这个人以前进过牢 杀过人 放过火 那不管啊 你得租啊 你这个人以前被驱逐过 驱逐大家知道 在美国驱逐 那就是你交不起房租了 而且你不是交不起房租了 你是长期的欠房租 而且你赖着不走 房东拿你没办法 才能向法庭申请驱逐令 驱逐令不是说 你被棍棒打出来 完全不是这样 是法令 法院签署了驱逐令以后 警察才能上门 给你递交这个驱逐令 然后你还赖着不走 警察才能上门 强行的把你啊 给弄出来 但仅此而已啊 仅此而已 但各地的驱逐令不一样 然后呢 把你的这些东西搬出来 它是这么一种情况 现在啊 在加州的这项动议里 这些东西就不允许了 知道吧 就是说你知道 即使知道这个人是毒贩 这个人是人贩子 无所谓啊 你们要租给他 那这个人有可能拿我的这个房子 当毒窝啊 当营窝啊 那不管啊 那不管 你不能防疫人家干这个 干这个是人家的自由啊 人家贩毒怎么了 贩毒也得纳税啊 人家零元购怎么了 零元购也得纳税啊 你不能防疫国家收税啊 对不对 你房东损失点 无所谓啊 他不但他不管贩毒还是犯法 你这东西都要纳税啊 我们不管这个 我们不管这个 我们管的就是啊 这些吃不起饭的啊 是吧 当街露宿街头的 那人家这些人 人家都是选票啊 对不对 你说你一个白领 你说你一个知识分子 你比人家人格高尚 你比人家过得高尚 但是在选票面前 你们是平等的啊 你们都是一人一票啊 你们完全是平等的 对不对 流浪汉一票 世界首富也一票 所以说这个东西啊 我们没必要去巴掌 你这些中产啊 你赶紧就滚蛋啊 我们就要干这样的一个事 其实呢 我是很赞成这些提案的 对不对 那你说美国这些穷人嘛 人穷嘛 那他自然犯罪啊 信用啊 这些都不好 你把这个赖谁呢 赖到美国政府身上 都是因为他们不好 所以说才导致这些人 露宿街头 才导致他们的信用 出现了问题 才导致他们出现了 被驱逐的问题 才导致他们被出现了 犯罪的问题 归根结底呢 是这个国家有问题 然后呢 你可以再延长一步推 那既然如此呢 房东自然是不能询问了 那银行也不要询问了 对不对 以后呢我再给加州这些议员提一个建议啊 以后在洛杉矶地区所有的银行 凡是来贷款的人 你们都不准查对方的信用记录 驱逐记录 租房记录 犯罪记录 也不能查对方是否入过狱呀 是否有过攻击行为呀 是否有过那个什么呀 你必须得带给人家 不得拒贷 好不好 你把这个通过了 我相信所有的房东同志们 肯定会愿意接受这个的 可能很多人会说 张德林你为他说这个 因为这个我也算是替华人发声了 因为在洛杉矶地区啊 虽然说绝大多数的户主是外国人 但是咱们华人在洛杉矶地区 基本上拼几年 他就会在那个地方买房 很多人乱到洛杉矶这么坑 为啥不离开这个洛杉矶 或者纽约这样的地方 这个东西我以前告诉过你啊 洛杉矶纽纽纽这么坑 但是他们的各种待遇啊 福利啊 发钱啊 这些东西都有 所以说很多人他不愿意离开洛杉矶 所以说我就是说用黑魔法打败黑魔法 我建议啊 这些白左 包括白左后面的这些金主啊 银行家呀 是吧 这些东西啊 你千万不要手软 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啊 是吧 干成 而且要把它扩大化 去贷款不行 是吧 包括买车也是 买车你不能拒卖啊 对不对 我没钱你也得卖给我 我有犯罪记录 你也得卖给我 是吧 我有什么什么也得卖给我 尤其是公务员部门 我建议洛杉矶的公务员部门啊 给这些人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 是吧 这些人呢 不管他是有入狱记录也好 有犯罪记录也好 有什么杀人抢劫的记录也好 你呢 一定要给他们废讳 都让他们去搞公务员 而且呢 为了显示洛杉矶白左们的宽宏大量 为了显示这个白左们人道主义的这个人性主义的光辉 没有信用记录的 被驱逐过的 杀人杀过人 犯过火 犯过毒的这些人 录取率还要比正常人高 你知道吧 尤其是这个越坏的 你知道吧 你越要让他上去 你一定要提拔的越快 咱们要一个晋升机制 你知道吧 正常人 比如说十个名额 那正常人呢 只能占30% 那不正常人呢 他可以占70% 这样子的话 多闪烁着人性的光辉啊 对不对 多闪烁着白左地区 所有东西的这些光辉啊 我在此啊 我作为一个在美国生活的人 我在此啊 呼吁一下洛杉矶市政府 也呼吁一下洛杉矶的这些议员们啊 如果你们能看到我的这条视频 一定要向洛杉矶的市政府 或者加州的这个州议会 提出我这条建议啊 前提是啊 如果你们要是采用了 我这项建议的话 我不向你们收取专利费 也不向你们收取信息咨询费 你们可以在洛杉矶随便玩 随便玩 你最好把洛杉矶所有的 这个有钱的房主的房子 通通充公 我给你们推荐一个好地方 尤其是贝福利山庄这些地方 贝福利山庄呢 你要先把这都充公了 你知道吧 尤其是什么 这个老板那个老板的房子 赶紧赶紧派警察去都抄了 你知道吧 然后呢 一个豪宅呢 咱安排500个难民没问题吧 对不对 把这些豪宅全部啊 你安置难民啊 这样的话呢 整个的这个洛杉矶 既能解决流民问题 也能解决别的问题 当然千万不要说 我没有输入正确的价值观 我这个是很用心的 在帮美国穷人解决问题 我也是很用心的 在帮美国的这些白左州 这些司法机构解决问题 我认为啊 这样做洛杉矶会很有爱 会闪着人性主义的光辉 当然像张司令这种 人性比较黑暗的人 大概永远不会去这种地方 去了也是不得不去 去那儿坐飞机 或者是不得不去那儿看病 或者是不得不去 怎么怎么样 我才会接近这个地方 这种地方永远不想买房子 所以说 这种东西吧 我建议啊 就是洛杉矶怎么干 就大家可以考虑考虑 可以考虑考虑 我说的说法嘛 对不对 说不定你这么干 干完以后 洛杉矶的这个 直线下降 这个犯罪率直线下降 为什么 你想啊 你让没文化的这批人 住进了有文化的房子里 让他们过上了奢靡的生活 让流浪汉 让无家可归的人 变成有文化 有工作的这帮人 社会不就和谐了吗 对不对 流浪汉 没文化 然后没社会良好教育 加起来 是滋生犯罪的土壤 但是你让有文化 有钱的这帮去流浪 他们威逼会犯罪啊 对不对 洛杉矶的这个市政府 和加州的州政府 可以考虑一下这个事啊 行 这个就不像你们收专利费了 这也是我对这个洛杉矶 的一个用心良苦的一个提示啊 所以我认为 这个东西 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行 那这一期就做到这 大家拜拜